而为了要了解华人国中水莲分校 活化再利用的情况 华林先生议会的教育小组成员 28号是前往了水莲分校 进行情况的了解 教育小组的召集人李秋旺表示 水莲分校在106年停止招生 场地活化再利用 是议员们关心的议题 也希望透过会刊的动作 来确实做好活化闲置空间的内容 为了要了解华林县教育文化等 相关各项业务推众情况 以及执行成效 并且办理了相关业务的考察 华林县议会教育小组 28号则是来到华林国中水莲分校 来了解闲置空间推展 以及执行成效等情况 召集人李秋旺 县议员叶昆景吴建志 林中坤徐志芳 并且前往现场听取简报 由华林国中校长梁仲志 来说明飞校之后 如何管理进行管养 召集人李秋旺表示 华林国中水莲分校 在106年就没有学生了 如何应用这块校地 是来会刊的主要目的 今天特别到水莲分校 来看整个管理的状况 那我们发觉这个整个水莲分校 它的占地面积有将近三千四百五十一平 非常大的一个场馆 那特别是在有限的经费 那要来做佛化的工作 目前是由华林国中梁校长来代管 那我们目前视察的结果 管理的状况还非常良好 那我们所了解的这里面 可以大概如果要来做 这个相关类似战斗营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 大概可以容纳一百个人的住宿使用 那应该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场馆 但是我们也希望 整个活动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做老中心等等 这一方面都能够参与的 类似战斗营的模式 让各个学校 各个民间团体 能够来参与 来分享我们整个场馆 这样的一个使用 真的是我们希望 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育处 我们的发展活中 我们相关的人员 能够再更加的一个努力 让这个场馆能够更加的活化 更加的来让民间的团体 以及教育的团体等等 来做有效的使用 欢迎国中校长梁宗志 并且带着教育小组和教育处的同仁们 视察内部的硬体设施 同时也说明社团在借用的时候 就会如程式如何进行 希望以有效的方式来活化学校的场地 记得终于搜封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